施工 恭迎您来到新加坡人文慈祭中心 青年中心位于新加坡的北部 新加坡慈祭人文青年中心 结合周遭自然环境 规划各式各样的活动空间 有蔬食餐馆 简约明亮的近似书圈 是环保展示区 也是心灵的充电站 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 这一间屋子是由回收的材料制成 八个月 慈亲志工在艺术家的带领下 缝制了这一家屋子 用二手回收布缝纫而成的家 是慈亲爱家爱户收集二手衣物之后 到客宫宿舍邀请外籍移工 透过缝纫艺术共同完成 他们称为离家不亲计划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举动 能够启发到大家的爱心 铭聚到更多本地年轻人的力量 带动大家一起来做好事 但是我们行善行菩萨大 不分年龄 我们共同在那里 提慈分享共修 互相勉励 人人做个年轻人的好典范 我们疼他 爱他 用全程来肯定他 培养出来一个美好的心境 还有环境 总之把它很好好的建立起来 所以我说新加坡有福啊 职工们也积极劝诉 邀约超过百家商店 建立新加坡速食地图 大家秉持善人的大灾教义 见圣虔诚 前神祈祷 大忏悔 做师傅想做的 新加坡职工把想师之情化作行动 行善造福人间 戴新文 黄 孟 金 刘洪志 欢联报导 今天